8月5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发布会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 谈及德尔塔变异株时表示 现有疫苗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国内外相关科学研究和疫情防控的实践 都已经证明了德尔塔变异株 并没有导致新冠病毒生物学特性 发生颠覆性改变 但仍然还是个冠状病毒 它的传染源 它的传播途径基本是清楚的 现有的防控措施对这个德尔塔变异株仍然是有效的 现有的疫苗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能有效地降低感染后的重症发生率和病死率 贺清华表示 从目前情况来看 疫情总体形势可控 只要各地严格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 疫情在两到三个潜伏期内 能够基本得到控制 由于本轮疫情波及范围大 人群面广 加之多个不同来源的输入病例 导致的本土疫情叠加 增加了整个疫情防控的坚决性和复杂性 但只要各地严格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 我想疫情在两到三个潜伏期内能够基本得到控制 那么就全国层面而言 其他地区还可能出现新的疫情 各地要加强监测 尽早将疫情控制在萌芽阶段 暑期正值游客出游高峰 针对目前全国多地出现新冠疫情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 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 不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 不承接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团队 不组织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 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加强风险评估和研判 及时了解和掌握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疫情形式 不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 不承接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团队 也不组织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 组团市要密切关注旅游目的地 疫情防控等级信息 当旅游目的地政府有关部门对旅游发出预警提示 或将相关区域列于中高风险等级时 未出发的旅游团队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旅游行程 已经在当地的旅游团队必须暂停在当地的旅游活动 配合做好相关疫情的排查工作